首先呢还是感谢大伙来到我们播放电影机 那今天呢是我们11月份的第一周 那么是我做的一个番外片 然后叫做绝望与救赎 是关于蜜羊的分析 这是我结的蜜羊两张图片 一个这是海报 这是结尾的两个图片 大伙刚刚看过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前面呢我大概做了几个月 五个多月的韩国电影的专题讲解 那么之前呢大家都讲过什么呢 都讲过韩国电影第一人李苍东 那么今天说的蜜羊呢 就是李苍东的这个作品 那么第二期讲的是凤俊浩 第三期讲的朴赞玉 再后来讲的是金吉德红尚秀 那么也是我口中的韩国电影的五五十上将 我基本上百分的导演风格都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之后呢我又做两个番外片 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阳光姐妹陶一个熔炉 这两部韩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那么所以说呢一共前面给大伙做了七场 这样的韩国电影的系列讲解 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 我又重开韩国电影的系列的讲解 那么大概要讲什么呢 大伙看一看 主要的我会把我的目光呢 转向这个商业片 之前讲的都是所谓的艺术片 商业片的类型片高手 那么主要的 比如说台极飘扬 像这个愉快的人生 然后去追击者 这一类的既好看 然后又有可以耐人寻味 然后又可以讲出东西的一些商业片 那么大概呢会涉及几个导演呢 大伙看一看 那么这个江地龟 那么在下周我会给大伙介绍江地龟 他代表作是太极机片啊 然后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叫做崔东勋 那么是韩国非常厉害的一个商业片高手 他的每一部电影呢 票房都非常的高 那么代表作呢 就是最近的盗贼同盟 那么这个人 罗鸿正是算是个新进的导演 那么他只拍了两部电影 一个是黄海 一个是追击者 那么这两部作品呢 都是犯罪片的佼佼者 那么我可能会在后面给大伙介绍 那么这个人叫李俊逸 李俊逸呢 他拍了两个大类型的电影 一个是古装片 韩国古装片呢 基本上被他一个人包了 然后另外一块呢 就是关于音乐 他叫音乐三部曲和古装的四部曲 那么他一共这么几部作品 也是非常特色的一个导演 我可能也会给大伙来 后面会介绍 那么再有像这个 就是江炯哲 那么杨国姐姐们 早上的时候给大伙介绍的导演 像这个柳承晚 像这个金之云 还有这个许心豪 如果有机会的话 都会给大伙做 后面呢 一点点的做一些介绍 另外呢 除了导演分析之外呢 可能也会做一些番外片 就是单独的把这一部 比较好的韩影 那么他可能导演 不是特别的知名 拿出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比如说 这部古老的情愿 这是林长树导演的片子 我认为他的片子 基本上就这一个还不错 那这个摇滚七十年代 这个叫崔浩导演的一个作品 那么他目前来说 只有这一部作品 但我觉得也非常的优秀 另外一个还有像李苍东的诗 那么我在之前讲解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大 详尽的分析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打算买诗 再做一个详尽的分析 好吧 这就是大概 我会在未来两三个月内 想给大伙分享的东西 今天呢 给大伙分享的什么 就是秘阳 那么这部李苍东的第四部作品 那么说秘阳之前呢 还是给大伙回顾一下 李苍东这个人 那么李苍东呢 我在第一期给大伙讲的时候 已经说过 他是韩国电影的第一人 那么也号称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那么目前在韩国影坛 基本上稳坐第一把交椅 当然他的所谓的第一把交椅 不是他的票房有多高 而是他的艺术水准的这种 能达到的高度吗 目前来说 只有他 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李苍东的作品 完全可以和欧洲那些电影大师 做一个相互的比较 那么其他的人还到不了这种高度 那这样 OK 我们回到了秘阳 秘阳这部作品呢 其实大伙看完之后 很多人呢 他第一反应 这部作品是个什么作品呢 是个反基督教作品 那么这个我就想跟大伙交流一下 大伙有这种感觉吗 看完这部电影 它是个反基督教电影吗 因为你在网上去搜这部电影的时候 往往他给你个标签 就是这个反基督教电影 所以我也很反感这个标签 但其实我也认为 它事实上绝不是个反基督教电影 我在后面会给大伙说 但是很多人 他留下这个印象 很讨厌 那么我说这个电影呢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 也想了半天 怎么能把这个电影里边的东西呢 更好地呈现给大家 但是我想了半天 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最后只能用最笨的一个方法 就是拉片子 通过这种拉片子的方式呢 跟大伙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从这个回顾当中呢 找到这个电影里边的闪光点 或者说您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我把它抓出来 OK好吧 跟着我这个拉片呢 咱从头开始捋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镜头 全片第一个镜头 就是非常非常灿亮的阳光 大伙刚看过 应该印象非常的深 蔚蓝的天空 那么从哪照的呢 是从车里面照的 事实上这是谁的视角呢 是这孩子 俊儿 俊儿的视角 第二个镜头 是这个小孩嘛 俊儿的 那么在他孩子的眼中呢 外面就是一片蔚蓝的天空 是灿烂的这种阳光 那么他们要来的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做密阳 可是呢 从镜头拉出来之后 你看 事实上这个深爱在干什么 他的车子抛锚在这 他在到处找人求助 他连这个地方在哪都不知道 大伙儿记得吧 他去找一个司机 去接了电话 去告诉这个地方具体在哪 所以说呢 其实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象征 那么就是说 他是去密阳 其实是去寻找 他想要过一种新的生活 可是呢 在这寻找的过程中一开始 那么车子就跑毛了 其实注定他后面的寻找 不会那么简单轻松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的时候 就和孩子在河边坐着 然后在河边坐着的时候呢 他给出了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他说了 说很好 可是爸爸不在了 从这个细节 大伙儿就知道 其实这个孩子的爸爸不在了 那么他们是一个单亲的家庭 然后另外一个出现的 就是第一次出现的 那个宗赞这个人 这个宗赞人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对这深爱一见钟情了 从哪看出来的 我记得张图片 你看他在修车的时候 他的眼角一直在斜瞄着这个深爱 大家不知道 大伙儿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那从这一刻开始 他就喜欢上了深爱 一直到影片的结束 都没有变过 然后在宗赞接到他上车之后呢 大伙儿就发现 他这整个深爱的心境 还是非常好的 他和宗赞讨论了什么 讨论了密阳这个城市 问他密阳这个地方怎么样 他说就是个小城市 但是深爱说 密阳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秘密的阳光 是属于我自己的秘密的阳光 说明他当时的心境 是非常好的一个心境 准备去迎接一种全新的生活 然后大伙儿就知道 这是片头才出来 密阳的这种片头 然后给的仍然是这种 大片大片的这种灿烂的阳光 和蔚蓝的天空 那么如果按照片头来看 可能这个片头是一个特别阳光 特别治愈的电影 当然大伙儿看过了之后 其实不是的 深爱到了密阳之后呢 就开始具体表现 他的密阳的一些生活 可是他在密阳的生活 就表现出来 深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给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他是一个虚荣 独立坚韧 自我的世界的这么一个女人 就是这几个词 其实有矛盾的地方 其实为什么有这矛盾的地方 我们从剧情里来看 他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首先你看 他办了钢琴学院之后 宗赞给他找了一个假的奖状 挂在那里 待会记得这个季节吧 他其实没有得过这个奖 他一开始的时候 貌似要反对 为什么要挂一个假的奖状 可是宗赞跟他说了 说必须要有这假的奖状 没有这奖状的话 孩子就不来学了 然后他就很欣然的接受了 但是想一想这个季节 就是他有虚荣的一面 但是他有很独立 他独立一面表现在哪呢 就是宗赞从一开始 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好感 包括对这个办钢琴学院 是既给他找的店铺 又在到处给介绍 我有认识人 新开了钢琴学院 帮他拉整学员 即便如此 深爱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一直是不冷不热 就是他要独立生活 他不想依靠任何人 一旦他要是答应了 这种奖赞的话 让他有了可乘之机的话 那么他觉得 他就完全过不了 一种独立的生活 然后再看一看 他和其他人的交往 那么他在第一次 去见到这种服装店的时候 很冒昧地去进入了 这个店里边跟老板说 说觉得你这服店店 装修色调太暗 如果换一个明亮的色调 会好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 这也是他在密阳 唯一的一次 主动地和人家去答话 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那么当然结果是不好的 大伙 那个老板娘会觉得 他有点神经病 是吧 去管这些事情 让我重新装修 当时是那么说的 然后在和幼儿园园长 交往的时候呢 他无意间说出来了 说如果有好地的话 准备去盖个房子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其实大伙儿真的知道 他盖不起房子 他也买不起笛 那么他说这话的时候 就是满足他一种虚荣心 而且为了更好地融入 这个密阳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他不说这个话 大伙儿会看不起他 毕竟是一个孤儿寡母 单亲的母亲 带着一个孩子 之后呢 他就出逢基督 第一次遇到基督教的时候 就在这药店里边 这个药店的店员跟他说 说你像院长 那么可怜的人 更需要上帝赐予的爱啊 他觉得我不觉得自己可怜 也就是说他在那个阶段 他觉得自己的心态 是非常好的 他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他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所以说这是他独立的一面 对宗教也是 我不需要宗教的帮助 也不需要那个男的 宗灿的帮助 他需要自己 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这一切 然后呢 就在中间插了一段 他弟弟来访的时候 透露了相当多的信息 第一个 他说了 爸爸还说你已经决定 和我们要断结关系了 就是说他和家庭的关系 非常的不好 第二个 他好像是 他因为对着丈夫特别热爱 然后才回到他丈夫生前的故乡 对吧 当时肯定是那么想的 但是他弟弟跟他说什么 说这个姐夫不还是背叛了姐姐 和别的女人好过吗 那其实他所谓的那种 和丈夫的那种特别恩爱的 那种特别珍贵的感情 其实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然后他说什么 说 然后当时就解释说 不对 那都是别人误会的 我和你姐夫就是尊爱 然后我要在这里重新开始 就是他的态度就是 我否认一切 即使我丈夫真的出过轨 我也不认为他出过轨 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欺骗 但是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欺骗呢 他如果不进行这种自我欺骗的话 他带着那种背叛的心情 然后懊悔的心情 怎么又可能在一个地方要重新开始 一种新的生活呢 他必须要自我欺骗 就类似于自我催眠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宗赞一直在追这个深爱 他的弟弟就明确地指出来了 你不是我姐姐喜欢的类型 从一开始告诉我 但是宗赞不在乎 宗赞就一直在追 然后刚才说过 整个深爱到了秘阳之后 他和这个秘阳的社会上的 行星色的人都打到交道 说了不同的话 然后最后可是 大伙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呢 一点都不好 印象就是 那女的长得倒是挺正常 可是好像还是有点不正常 而且他是在这里发 然后这帮人坐在这等待的时候说的 这也是秘阳这个社会人 对待一个外来的 尤其是对大城市来的 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一个评价 大伙知道秘阳 其实在韩国是个特别小的城市 我刚才没有给大伙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他是在釜山周围的一个很小的城市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色 然后我刚才说 如果做个比喻的话 就有点像咱们的廊坊 就是背靠着一个大城市 但是他这个地方 永远不会被人想起来 就是这么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地方的人 就相对的比较避色 对大城市来的人 既有这种崇拜的感觉 也有这种排斥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心态 就是女的长得很正常 但是她还是好像有点不正常 那么这是大伙对着 深爱的一个具体的评价 另外一个确实 她本身又是个单亲母亲 又为了自己死去的丈夫 然后回到密洋 这些理由看起来 就是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做的 是一个不太容易被人家接受的理由 那么然后呢 深爱怎么办呢 深爱知道大伙对着这种评价之后 那唯一的方式呢 就是继续的夸大自己的地位 夸大自己的身份 那么就是说 她在做 不光是打算要找个好地来盖地 她已经进行到洽谈的阶段了 于是在聚会的时候 跟幼儿园园长说 我是有好地 只和主人去见个面 打电话就见面了 就是要去买地了 让大伙觉得啊 她好像非常非常的有钱 是个有钱人 是来这个小地方投资的 然后不是来 适合在首尔混不下去才来这 其实她就是混不下去才来这 但是这个细节呢 其实大伙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个细节直接告诉你 后边整个惨案发生的一个根就在这 因为幼儿园园长就是从这听说她了 去买地 然后肯定她需要甚深有钱 才会绑她的孩子 然后呢 就是说她经过这些夸大之后呢 终于被这个社会的人所接受了 那么这是这个服装店老板 还有这周围几个老板 那么他们终于坐在一起 吃饭喝酒聊天唱歌 对吧 过得很开心 然后终于融入了这个圈子 那么这个电影非常残酷的地方就在于 它刚刚融入进去 这是当晚 刚刚K完歌出来之后 就接到了电话 他的儿子被绑架了 大伙看了电影的话 应该想得到 本来是一个一帆风顺 好容易的生活 有点希望了 向上走了 孩子被绑架了 在绑架之后呢 大伙电影里看到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跑着去找宗赞 这个宗赞这个店 可是他看到宗赞在干嘛呢 宗赞在那 自己那是很开心的K歌 唱卡拉OK 对 然后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然后就转身走掉了 这个心理过程 其实大伙是可以去想象的 他为什么不去选择去找宗赞 来帮助他 而自己选择自己走掉 最后自己解决了 就是因为 首先他不喜欢宗赞这种人 他就是说这种很世俗 很小市民化的一个人物 对他来说 他不是他理想的一个生活伴侣 第二个 他如果真的去找了他 那么就默认着 以后要接受宗赞的一部分感情 至少他们是有这种可发展的未来的 那么他不愿意给他这种机会 那么于是呢 他就最后选择了转身离开 当然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是很无助的蹲在路上 还有个细节 就是说他在准备赎金的时候 发现这一大袋子钱 最后只有上面这一点呢 是真的钞票 底下都是他拿杂志自己做的 这种假的钞票 就是说明了一个是 他之前没有说过他没有钱 那么从这个细节上告诉你 他真的没有钱 只有这七万嘛 电影里说是七万 其实应该是不止七万 因为韩币七万 那太少了 对吧 零花钱了 我得七百万差不多 或者 就是很少的一部分钱 那么其他的都是纸扎的 然后也说明他本身的这种 那一个性格 就是说他 即使在孩子遭到绑架的时候 他也希望用这种方式 来化解掉这次危机 就是可以说是这种虚荣 也可以说是这种坚强独立 反正他就是想自己 把这事情解决 但是呢他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把这个假的钱拿出去了 只放了真的钱 因为他能他能想到 就是如果绑匪看见了假的钱的话 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一般来说都会是撕票 接受不了的 所以他最后选择了 只把真钱放进去 这都是他在做着动作的时候 一个内心的活动 就是我呢 就是说自己揣摩出来的 其实也不见得完全准确 下一个镜头呢 就是他在放淑金 这个垃圾桶 可是这个放淑金的时候 大伙儿印象应该相当深 在放淑金的时候 旁边有几个出租车司机 一直在聊天 那聊什么呢 一直在聊车阵这件事 就是说从釜山来的 很多有钱人 就在这个大桥底下 就喜欢搞车阵 然后说了半天 钱不是问题啊 这多刺激啊 等等等等 说了很多 就是说明这个小地方的人 就是他那种业余生活 是非常的乏味 一旦有一点谈资的话 大伙儿都会乐子不疲的去谈 那所以说也是深爱的 在这个地方 他比较谨慎的一个原因 他如果出现了什么事情的话 就会成为 这整个地方的一个谈资 大伙儿知道 他放完淑金之后呢 很快就接到电话 电话里告诉他 你不是说要买地吗 买房吗 怎么会就这么点钱呢 他就给你解释了 解释说 这对不起 是我所有的积蓄 他只是装有钱随便说的 然后问他保险金的事 他说保险金 他还了丈夫干事业的债 他这里开店装修 用的都是这个钱 这段话里就好多信息在里边 第一 就是说绑匪知道他要买房 买地 而且都知道他要 已经要交钱了 所以说一定是他很熟的人 那么大伙儿知道 前面刚才给大伙儿表现的细节 这也就是幼儿园园长 为什么最后被抓出来 电影里其实没写 但是你能猜到 因为他只跟那么几个人说过 能排除法都能排除出来 那第二个细节 就可以知道 其实深爱真的没有钱 他手里边就这点钱 而且呢 他的丈夫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出色的丈夫 那么干事业 欠了一批股债 被车祸的保险金呢 都用来还丈夫的事业的债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他现在的状况 也不怎么样 那么他以前 他所谓的那种吹嘘的美好的 和丈夫以前的生活 其实也不存在 那么这个细节 已经都告诉你了 然后呢 这里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这个电影里边 就是谁呀 就是园长的女儿 虽然这个里边 园长的女儿就在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 才和这个主人公 对了几句话 但是他每一次出现 其实都有意义 待会儿看一看 他出现了几次 第一次是在 他们坐在园长的车的时候 园长突然下车 把他女儿揪出来 女儿从那车前面过去 待会儿应该有印象 然后把他揪上车之后 园长也很不好意思说 说这孩子上初中了 然后就是有点不学好 当时呢 这个深爱看待他的 那种态度呢 就是有同情 也有这种释然 就是说自己呢 是一个失去了丈夫人 带着一个孩子 那么园长呢 看起来好像挺高大上的 是一个很来路的人 而且背景里边 会介绍过园长 也不是本地人 是从釜山来的 也是大城市来的 那么他呢 也有一个不成器的孩子 所以说呢 在内心深处呢 他就觉得园长 会降了一点 和自己是一个平等的地位 就是有了更深的 可以交流的机会 其实他和园长的关系 在这个电影里 是很暧昧的 大伙仔细想一想 然后第二次 他碰着这个孩子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刚才给大伙介绍 他去放完了书金 转头望回开的时候 因为交完了书金 失魂落魄 差点撞上人 差点撞到 就是这个园长的孩子 园长的孩子 看他一眼就走掉了 第三次的时候呢 就是在真正的 这种绑架案之后 有一次的时候 看见了园长女儿 在他店门前 扒着门看 不知道要干什么 于是呢 看见他之后 很惊慌失措地跑掉了 然后深爱选择了什么 选择了第一事件报警 那么其实 大伙知道 抓到这个凶手 其实最主要的线索 来自于哪 就是这孩子 这孩子如果不来 这个他那店里来看的话 是很难抓到园长的 至少不会那么快就抓到 所以这孩子 他从这个几点上 你可以考虑 这个孩子 虽然好像是 在园长眼中 他是一个不成器的孩子 是一个调皮导弹的 或者怎么样的孩子 但其实呢 他心里是一个 有良知的孩子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 犯了罪 所以他才会去选择 来到这个地方去看 当然他也可能 并没有想明白 自己能做什么 但是他一定要来看一看 当然事实上 他这个看 也促使了 这个园长最后的归案 然后警察来敲门之后 这个电影 就会发现 他和一般的电影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那么 他孩子已经死了 然后出现命案现场了 整个命案现场 居然一个特写都没有 那么只是一个 远景的这种长镜头 那么就是深爱 看了看了看这个场景 然后下去就认识了 然后任何 就是我们所谓的韩剧里 常见的煽情的 夸张的情绪 在这里都没有 压根都没拍 直接就切走了 就是告诉你 孩子已经死了 人家就在死在这么个地方 这是李沧东特有的一个特点 他相对是一个 比较冷静的导演 他不会用特别煽情的手段 这个电影 当然虽然你说 女主角是哭了很多次 但是那种哭泣 和韩影里那种煽情的哭泣 不是一回事 然后这个点上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就是很快是园长 就被抓着了 对吧 就是作为一个凶手 然后呢 这个深爱在警察局 你看 看到这帮警察 把这个园长压解过来的时候 看 他是一开始 是一种 相对来说 要愤怒点事 要站起来 要想想细节 要站起来 结果 这个 从他身边过去的时候 他又羞愧地低下了头 那这个细节 就特别耐人寻味 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 这种命案的母亲 那么你都杀了我的孩子 像如果换电视 中国电视剧的演法的话 那上去 就是把他打死 或者是挠死 各种可能都有 反正大哭大闹都有可能 他为什么会 会有这种表情呢 是一种羞愧 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就让他过去了 反而是 宗赞 追在后面 去打了这个人 也就是说 在宗赞来说 他是没有任何顾虑的 他觉得你就犯了罪 杀了孩子 最无可赦 在这种小地方 肯定要打死嘛 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作为主角的 深爱 他却没有这种反应 大伙想一想 为什么 然后呢 之后就是这个孩子的葬礼 孩子的葬礼的时候 哭得最凶的是谁呢 是第一次露面的孩子的奶奶 就是他死去的丈夫的家人 那么奶奶哭了之后 然后对这个深爱说一句话 说 你把孩子弄成这样 你连眼泪都没有 我们大伙知道深爱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已经完全痛彻心扉的感觉 就可能再有什么反应了 所以说 当面对这种奶奶的质疑的时候 他一句话也说不了 也不能反驳 也没有其他的解释 没有 所以我说 这痛彻心扉是没有眼泪的 但是呢 因为他这种表现呢 反而引起了 他不叫娘家 他就是丈夫的家人 更多的不满 你想 如果放在我们中国人的语境里边来想 这个人 丈夫出车祸死了 然后孩子又被绑票了 在中国人的感觉里边就是什么 这人就肯定有 克服命 天煞孤星 对吧 他们肯定会这么想 那么当然在韩国的语境里 可能都不见得那么想 但是 但是作为一个老年人 一个婆婆的话 他肯定不会对这儿媳妇有什么好感 那么这种时候呢 说他这个深爱是做不了任何辩解的 那么谁站出来呢 只有宗赞站出来了 跟他说 妈妈在这时候也很伤心 那么他没有办法用眼泪来掩饰 那么所以说只有宗赞为他说了一句话 然后呢 等那奶奶走了之后 这宗赞和他进行了一番对话 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这个 我在警察局碰到那个人的时候 我很想把他撕碎 亲手把他杀了都不解恨 可是为什么 避开他呢 我当时为什么做出这种反应呢 那么这电影里边直接就 他把这问题抛出来了 当然电影没有给答案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讨论一下 大伙觉得呢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种反应 对对对 我觉得您这点说总结的特别好 对 他是有羞愧感 不光有羞愧感 他甚至有罪恶感 因为整个的孩子的被绑票 甚至被撕票 是跟他的两个点是相关的 第一 因为他虚荣 他到处跟人家说他要买地 所以才导致了绑票的发生 第二 他没有钱 然后他最后导致了撕票 所以从前从后的话 其实都跟他自己本身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他是有罪恶感的 他在有罪恶感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去指责这个杀人犯 完全地去报复这个杀人犯 他背着自己的心理包袱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是导致他后来整个这个人的生活状态 这么大转变 是最重要一个点 他是有罪恶感的 然后这种时候呢 大伙知道 人在最虚弱的时候 宗教是会趁虚而入 尤其基督教 是特别喜欢趁虚而入的一个宗教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药店那个店员马上就站出来 说什么 知道院长最需要的药是什么 心痛是治不了的 能治愈心痛的只有上帝所赐的爱 那么这时候呢 那深爱的表现是什么 深爱当时进到药店里 大伙还记得去买什么 他不是因为心痛去买东西 他是因为生理痛 进去买真痛药 那么深爱的反应是什么 质疑 说什么 说如果上帝的爱有这么大的威力 为什么看到我们君儿死那么惨 都不救救他们 那么小的孩子他有什么罪呢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常人 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质疑 但是呢 从这个质疑就能看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他不懂宗教 那么基督教是讲原罪的 再小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原罪的 没有人没有罪 所以说你认为小孩就没有罪的话 那你就完全对宗教没有任何了解 他这个反驳呢 看起来好像很有利 但其实如果站在宗教的角度上是没有道理的 那当然这个电源 其实他也他也不是真的懂 他只是反驳什么 就告诉你 所有的事情 主都有他的意思在里边 你就看到那一缕阳光里边都藏着我们主的意思 他这个解释其实很苍白 如果说按照我们那样的解释的话 那可能深爱就能接受一点 让他的解释特别苍白 于是深爱直接又给他的一个反驳 说这里有什么呀 指着阳光说 这就是阳光啊 没有别的 阳光就是阳光 我看不到主的意思 所以说第一次传教的时候是完全失败的 他不接受宗教 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这个电源的水平也不太高 他作为至少作为一个基督教徒 他没有传福音的能力 只是个信徒而已 然后呢 这个深爱最后终于在哪爆发呢 在给孩子开死亡证明的时候 而且大伙发现这个阳光又出来了 阳光一直打在他开死亡证明这个地方 阳光非常的名裂 然后呢 他出来之后呢 他终于爆发了那种感情 然后哭的 他不是以哭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是以呕吐 大伙没有印象 就是说李藏东的这点上 就是能做的特别好 就是人承受痛苦的时候 在绝望的时候 绝对不简单的可以是眼泪来表现 他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呕吐 那么他在呕吐的时候 台眼看到了什么呢 电影里大伙记得 台眼就看到了这个传教的一个横幅 于是呢 他选择到这个里面来看看 其实他当时也没有想到去信教 他只是来看看 因为他已经 所有的情绪都积压到那一刻 必须要爆发出来 他不大哭一场的话 他这人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可是他又没有一个场合 让他去大哭 就说他正好找到了一个教堂 进去之后 发现所有人都很虔诚的在里面 祈祷朝拜的时候 他终于选择了放声大哭 终于把自己的情绪都抒发出来了 然后呢 当然宗战在后面还看着 然后当然知道 他就信了图了 不是信了教了 同时呢 镜头一还横移过来 给你看了看 这些狂热的信徒 那么我一直认为呢 韩国的基督教呢 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呢 不太一样 因为基督教不应该是一个 这么狂热的宗教 那么他在里面表现出来 都是特别特别狂热的信徒 感觉都是 我说如果是不准确的比喻的话 其实特别像传销 有没有感觉 那里边人都像传销 完全是被洗脑的感觉 在里边就哇 就煮啊唱歌 而且他里边调用了各种的形式 那宗教里边 很少用摇滚乐的东西 那里边配上乐队的摇滚乐的东西 配上各种键盘 街头唱歌 各种形式都被这帮人用到了 所以说呢 这个韩国的基督教很奇怪 那不管奇不奇怪吧 反正深爱是真的信了基督教 然后呢 因为信教呢 他得到了新生 那么完全走出了以前的阴霾 获得了非常非常明亮的心情 待会看 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然后重新诞生 就是他的生命重新诞生了 他整个里都有笑容了 笑得很灿烂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金老板呢 仍然失智不渝地跟在他身后 天天去教会 其实金老板并不信教 然后他就说 金老板怎么来教会了 他说当然信教才来的 他说真的可以在上帝上面前发誓 真的信仰上帝吗 就是说 这段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在他最虚弱的时候 他需要找一个依靠 其实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金老板 那么爱情是一种依靠 那么第二个选择是宗教 他选择了宗教 选择了宗教的同时 其实你还可以选择爱情 那么他选择宗教之后 他还不要爱情 因为他始终觉得 金老板那个选择 是一个特别低 好几级的一个选择 实在没办法才会选择 那么他 他觉得 我已经找到了宗教 我的人 已经找到了一个出口 所以我还不需要那种爱情 所以在金老板 跟着他去教堂的时候 他还会对他有出这种质疑 他信了宗教之后 大伙就看这个状态 就特别的好 刚才说过 就是在街头唱这种赞美歌 传教 然后甚至跟着几个老板 就周边的几个开店老板 也在说 我跟上帝爱我宠我的感觉 我真的好幸福 我结张图 他笑的也特别的灿烂 也特别的开心 但是你看到这儿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人信教 真的可以转变这么大吗 从一个绝望 完全绝望 走不出来的一个境地 就变成一个特别开心 特别完全幸福的状态 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 他这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中间就没有一种 冷静思考的东西 所以说他只是在 就在想 他就是找一个替代品 因为信了宗教 我所以才开心 那么就是信了而已 具体是怎么信 他真的信不信 这里边就存在 真的信教和假的信教 有什么区别的问题 我在后面会说 其实他更多的时候 我觉得更像在什么呢 就像表演 他像给大伙在表演自己的喜悦 就像他在当初和大伙说 我要买房是一样的 我为了获得在大伙当中的一个地位 说我很有钱 我要去买房 要买地 他这个时候说 我和上帝是爱我宠我 我好幸福 其实这个状态 其实是相似的 他整个人 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然后我刚才说过 其实他真的放下吗 这电影里面 其实已经告诉你了 其实没有放下 从哪儿看出来的 他在这个 跟刚才那几个老板说完 他真的很幸福的时候 他在这个厨房里做饭 然后在这一边吃 一边发呆 然后突然眼泪流下来了 然后他选择什么 他选择祷告 祷告上帝 赐我饭食 这些东西 然后大伙你要知道 如果你信基督教的话 祷告的时候 应该在什么时候祷告 饭钱呢 你不能吃饭 你这祷告 所以说他是真的信 所以第一 他不是真的信 第二 那么他没有放下 因为他只在吃饭的时候 不知道通过哪一个点 肯定又触发了 他对孩子的记忆 就是失去孩子的伤痛 所以又哭了 哭了之后 他想用祷告的东西 再把这种绝望的情绪转移 转移了吗 然后在后边就接了一个镜头 就是他听到有声音 进了厕所 让他赶紧去看 他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然后甚至他喊俊儿 俊儿 其实那是邻居的小孩 跑到他们家上厕所 这不是他的孩子 那就是从这一点上说明 他通过祷告呢 也没有解决问题 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心结 那个孩子 失去孩子那种痛苦 所以说 这个一组镜头 三分多钟吧 就已经明白地告诉你了 他信教只是一个寄托 只是一个转移而已 他并不是真的信教 只是找到一个出口而已 然后同时呢 另外一个方面 还能具体地说明 他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真的信教的人 你是要对身边 遇到困难的人 要伸出手去帮助的 那么他呢 在开着车 这个他是为了送个孩子 送几个月 那个幼儿园的孩子去上学 然后看到了 幼儿园园长的女儿 被人的欺负 大伙知道幼儿园园园长 已经被抓起来了 那么他女儿 就成了一个孤儿 当时也前面也介绍过 幼儿园园园园长 也是一个单亲家庭 没有他没有妈妈 所以他就成了孤儿 被人欺负 他在车上去看 看了半天之后 他选择了什么 选择了是开车走人 没有去帮助那个孩子 从这点上来说 他并不是真的信教 如果是真的一个教徒 怎么能不帮助一个孩子呢 他也明知道 孩子是孤儿 尤其是还是女孩子 太容易受到人欺负了 而且明显是 两个男孩子的欺负他 后面发生什么 你都不知道 很难想象 但是可以想见的是 肯定面对的是危险 但是他没有怎么做 他开车走人了 然后开车之后呢 又差点撞到了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 把他拦下来之后 跟他说了一句话 说你要是杀了人 再说对不起 有用吗 从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开始反思 就是说深爱 你在这个点上 他也知道自己 并没有从那种 失去爱子的痛苦中 走出来 我只是利用宗教 然后转移了 我的痛苦而已 然后我彻底走出来 怎么办呢 因为本身 我前面说过 他怀着一种罪恶感 那么怀着一种罪恶感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 对这种杀人犯 进行一个特别 完全的那种谴责 最后他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的是 我想去原谅他 对吧 就是我想去原谅杀人犯 然后而且呢 要去当面原谅杀人犯 对吧 虽然他说 上帝不是说过 我们要去爱我们 仇人并原谅他们吗 虽然这个人 给我带来了 无比大的痛苦 但我还是要去原谅他 他选择这么一种方式 他选择这么一种方式 原因就在于 刚才前面的两点 第一 他发现自己 没有真的放下这种 绝望的这种痛苦 第二 他发现了 即使不光没放下绝望的痛苦 还不能去主动帮助 受苦受难的人 因为他和自己的仇人 有着联系 所以他的仇人女儿 都不能去帮助 所以他最后总能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走出自己内心的阴霾 大伙讲 如果他安全地 按他的想象做到了 他去看守所 原谅了这个罪犯的话 那有可能 他会获得一些 内心的宁静 当然最后 能不能走出来 还是未知 然后呢 整个影片的核心 其实就是这个词 就是原谅 那么原谅呢 其实是我们 常见的一种说法 其实如果带到宗教里边 就是宽恕 其实两个词呢 它的意义并不相同 那么要说到原谅的时候 原谅就有个主体 他要想 两个人坐在一起 说我原谅你了 那我原谅你 肯定你做错了 对吧 是我比你地位要高一些 不管是在道德上 在道义上 各种方面 我都要比你高一些 我才能原谅你 你如果比你低一些的话 我做错事 我能原谅你吗 是吧 这是知识母态度 原谅和宽恕不一样 就在这 宽恕是上帝宽恕 所有的人 都一样的 宗赞 别看他信教的时间短 他都能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 说你深爱小姐 你又不是圣子 他心底原谅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非去当面教导所 原谅人家 有吗 必要吗 宗赞是一个 特别特别 能融入社会的人 虽然世俗 但是在各方面想的 其实都比较到位 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深爱当时那种情况 他听不进去 这些见解 但其实如果他听进去的话 会好得多 刚才说了 原谅的主体 就是说 你去原谅别人 你一定是要比别人 站在一个道义 或道德高点 才能去原谅 站在低处的那个人 那作为深爱来说 那么他是受害人的母亲 然后对方是杀人凶手 单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是完全可以去原谅对方的 但是前面说过 他本身内心有罪恶感 是因为他自己的很多 所作所为 导致了这个罪行的发生 所以说 他只有通过原谅这种方式 才能消除掉 自己内心的这个罪恶感 而不是去原谅对方 真的 其实他最后 想原谅的是自己 那没想到 大伙知道这个电影 最大的冲突就在这 他本来想跟人说 说我原谅你了 对吧 然后结果杀人犯说什么 说上帝已经原谅我了 我已经信上帝了 上帝的面前 人生都是平等的 那从这一点上 他突然 他所有设想的一切 那么都不存在了 那我没法去原谅别人 人家已经被原谅了 上帝 而且是上帝原谅的 那上帝已经原谅 我也能原谅他 那么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其实呢 真正在宗教里边 在上帝面前 就是人人都平等的 可是在他的想象当中 他错把上帝 这个宗教 当成了一种 占领道德制高点的 圣人的这种态度 我就可以去原谅你 这是一个错位 这也是这个电影里 最大的冲突和矛盾 于是乎呢 他就完全崩溃掉了 从看守所走出来之后 然后就昏倒了 就是因为他 所有设想的一切 都没有实现 而且完全和他 相反的这种设想 他没有办法 去化解这一切 就只能昏倒 昏倒之后呢 信仰就丢失了 因为他之前做的一切 其实刚才说过 其实也是假象 是一种自我的催眠 自我的欺骗 所谓信教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种 没有达到原谅 这种境地下呢 他的所有 所谓的对上帝的爱 上帝宠物 爱我的感觉 幸福感 统统都消失了 他甚至 已经不是不简单的 不信教的问题 已经是仇视宗教了 他认为那 是因为宗教 反而就带给了 第二重伤害 本来他已经有 自由感 又失去了孩子 宗教又带给了 新的伤害 所以说这时候 他就出现了新魔 叫新魔 就是借用了一些佛教的一种语 他在沙发上 躺着干什么 去听他孩子 当年在幼儿园的 那个演讲的录音 然后就是说 他这种痛苦 完全铺天盖地的 重回到了他身边 他之前已经 其实已经不提孩子了 因为他已经认为 他信教 获得了重生了 但是这时候 又把孩子的东西 重新拿出来 听孩子的录音 而且还貌似 还在打着呼噜 就是他还在怀念 之前的他构想的美好的生活 那么他构想的美好生活来讲 他现在的生活 就是一团糟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然后他即使这样 他发现光听这些东西 他最后就产生了一种疑问 就是为什么我会活得这么惨呢 为什么你们都欺骗了我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不能去报复 我一定要去撕碎 去戳破这些谎言 和这些伤害和 骗过我的人 所以说他干了一件事 他认为这个人是谁啊 就是神嘛 就是无论是上帝也好 其实他面对的并不是上帝 是准确一点的解释 叫上仓 他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叫独身之旅 其实是在反对教会的很多做法 那做了什么呢 第一件事 他最简单的就是 跑到教堂里边去拍桌子 去打扰人家的祷告 那么这是他第一阶段的做的事情 这还比较简单 那第二阶段干什么呢 就开始到CD店偷CD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教徒来说 不可偷窃 这是实戒里的一戒 那你这偷窃 他是故意在犯戒 而且偷完了之后呢 他们就是明知故犯 我就是要犯了这些戒律 然后看一看怎么样 然后拿着偷的CD之后 就跑到这种教会的 宣讲的现场 拍那个音响里的CD换掉了 对吧 换掉之后 长老还在宣讲福音的时候 背后配出的配音是什么 是这是假的 爱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如果到时候记的话 整个那歌曲的歌词 就是什么都是假的 非常合适 他告诉你 这些都是假的 最后呢 他非常过分的去引诱了 其实他不叫牧师 因为韩国的基督会 是新教是长老会 那么就算一个长老吧 不是神父 也不是牧师 是个长老 他引诱了这个长老 然后想要跟他发生性关系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了 这是他一系列独身之旅 后边还有 他在引诱这个长老 未成功之后 甚至来引诱的宗赞 跟宗赞老板 跟金老板说 金老板要想做吧 其实他之前一直在拒绝 拒绝拒绝 然后最后突然 跑过来跟金老板 说这些话 当然金老板 其实是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 也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这种情况下 没有趁人之危 而是把他喝斥退 让他走掉了 然后最后呢 他去教友们 为他祷告的现场 把玻璃砸碎了 这是整个 他这个大的一个 独身之旅的一个历程 一步比一步走得更远 而且呢 他在每一次 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都要抬头仰望苍天 就是我说 与天斗有乐趣吗 你看 在这个选讲现场呢 把CD换完之后 他走出会场的时候 抬头看了看天 在这个引诱长老的时候 躺在这个垫子上 甚至还跟天 老天说了 对了好几句话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 如果你 然后在这个引诱金老板 没有成功之后 走到马路上的时候 仍然抬头看上天 就说 我才不输给你了 所以说这个场景呢 其实他已经指的 不见得简简单单上帝的 或者我们叫上仓 或者说命运 都有可能 他象征着 他对这种 不公正的命运的 一种抗争 但是这种抗争 有意义吗 有乐趣吗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呢 在这个 他被宗老板拒绝之后 他走在马路上 就说 我才不输给你 一句话 之前呢 他说出了 这个电影里 非常重要的一段背景 也可能是 大伙非常容易 忽略掉的一段对白 这段对白是什么呢 我给大伙写出来了 就是第一段什么 叫12岁的时候 只要我一哭 就被关在浴室里受罚 在自己家抽烟 用勺子敲自己脑袋 真是的 这是第一段对话 第二段说 还问我 为什么要去音乐学院 我多么想去 是你不让我去 那个臭小子 猪狗不如家伙色狼 那么非常 眉头眉眉的两段话 那么这两段话 关于深爱的背景 那么只有前面 弟弟和他的一段对话 以及这两段话 是真的 关于他 蓝米扬之前的一个背景 那么我看一看 这两段话 我们能解读出 什么东西来 那么首先看第一段话 就是关于12岁的时候 这个背景 是我们推测出来的 就是按照剧情 然后各种 按照各种东西来推测 那么首先说 他肯定是 我一个并不愉快的 童年经历 而且他的家庭 肯定不是一个 特别正常的家庭 对吧 他在12岁的时候 叛逆抽烟 躲在浴室里 拿勺子敲脑袋 肯定是一个 不正常的行为 那他性格里边 他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自我保护 一种是自我毁灭 这莫莫肯定 能想象到这种人物 对吧 自我保护 就是像 他以后来的密洋 做的那样 去夸大自己的身份 夸大自己的地位 这是他一种 自我保护 自我毁灭的倾向 就在后边 他独身之旅的一段里 就特别明显 能体验出来 去要跟 引诱金老板 引诱长老 甚至去砸烂别人的玻璃 自我毁灭的形象 那么他这个电影里边 他这段话里 表现出来的 就是几个 一个是小的时候抽烟 用勺子敲自己脑袋 色诱长老 以及最后的 割腕自杀 为什么会割腕自杀 就是完全 没有出口之后 我就选择自杀 自我毁灭 然后关于自我保护 其实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逃离首尔 就是其实电影里 一直也没说 他为什么要离开首尔 只是说他要回到 我死去的丈夫的家乡 因为丈夫的遗愿 其实根本就不是 那么回事 然后他甚至的谎称 丈夫只爱自己的孩子 大伙也知道 他弟弟早就把谎言戳穿了 他的丈夫 非但背叛过他 还和别的女人好过 关于炫富 然后刚才说过 加入教会之后 表现出来 极度的喜悦和满足 刚才说 和上帝爱我 宠我的感觉 我好幸福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那么他对杀人犯的原谅 这个我当时没想到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他也是表演 一方面是表演给教友 一方面是 表演给自己 为什么表演给教友 就是展现自己层次的高尚 我是那么高尚的人 我可以去原谅 杀了我儿子的人 另外一方面 表现给自己 去杀自己内心的那种罪恶感 所以他 就从这段话里边 结合剧情 我们大概能分析出 这些东西来 我们再看下一段 下一段话是什么 还问我 为什么要去营业学院 这一段 那么我们的猜测 就是首先 你去把这臭小子 这些人给定 做一个定 就是定一个指向 那么指向的 我们大概指向 会指向到前夫 因为他如果 他的生活当中的男人 其实就无外乎 他父亲和他的丈夫 两个人 那么我们可以猜测 是前夫打了个问号 不见到是对的 但是如果按照逻辑 推下去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的 然后会看到 这个前夫 其实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很有可能是意外 让神爱怀上了孩子 而神爱被迫中途 辍学跟前夫完婚 生下了孩子 而且因为这件事 和父母决裂了 为什么那么解读呢 就因为在前面 他弟弟跟他说过 他的背景点说 他结婚太早了 而且大伙也知道 从宗赞和他交往里边 看到他的钢琴水平 也不是特别的高 甚至曾赞带他去到 那个社长家里弹琴的时候 还弹杂了 对吧 他钢琴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虽然在首尔的音乐学院里学的 所以都有可能 他根本就没有上完学 中度辍学了 然后因为结婚特别早 这是那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前夫还欠也一屁股债 用保险金还能偿还 然后所以呢 他在首尔 为什么要逃离首尔 因为这些情况的话 他在首尔也生活不下去 所以必须要换一个地方 去生活 重新开始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那所以说 这是我们根据第二段话 推测出来的一些内容 当然结合了前面的剧情 然后电影的发展 刚才说过 自我毁灭的一面 那么最后发展到最后呢 他就只能是隔腕自杀 在自杀的时候 还不忘了抬头看着上帝 说不是看着上仓吧 说我不输给你 可是呢 在他真的隔腕了之后 他才发现肉体的痛苦 带来他的是真实的感觉 他还是有求生的欲望 他不愿意那么简单的去 完全就消灭掉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还是走出来了 到处求救 当然非常悲惨的是 然后也没有人救他 只是站在身上 说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具体谁救的他 电影里面表 甚至可能真的没人救他 然后这就大佬电影 快结束的时候 大伙知道 就是宗战拿着一副梭 去接这个深爱出院 然后就是我总结了一句话 叫我一无所有 你吃心一旧 那么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深爱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失去了孩子 失去了所有别人的信任 甚至自己的信仰等等 所有东西都失去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宗战还能吃心一旧的 这么对他 甚至给他带来了鲜花 那么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其实我就说 深爱其实呢 如果你仔细想的话 它就是个睁眼瞎嘛 就是身边对他最好的东西 对他最有用的东西 最有利的东西 其实就是宗战嘛 但是他一直却视而不见 一直在拒绝 而且呢 这个电影里面还用了一个细节 就是他接到出院的时候 旁边这个地方 站的几个都是什么 精神病 其实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深爱呢 就是是不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我们也不好说 因为他的行为已经 非常的已经判到了 不正常了 那么电影里没有 没有戏表 但是我们是可以做这些猜想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他出了院之后 宗战还去接他 还去对他这样好 你想一想 这个宗战这种 这种感情 其实走到这的话 就已经挺伟大的 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 对男女之间的爱情了 然后他出院之后呢 在理发店里就碰到了 最后一次碰到了园长的女儿 园长的女儿在做一个理发员 然后他就问了几句对话 就说你手艺从什么地方学的 所以青年教导说 进了少管所 也是犯了错误 其实呢 犯了错误还是跟他有关系的 因为他当时看到这个少女 被一帮人欺负 他没有管 可能后边又发生了 很多很多的故事 最后导致他进了少管所 那出来之后呢 学了点手艺 然后这时候呢 他仍然还是接受不了 就是说他即使从医院出来了 他的很多东西 这个心结还没有解开 那么遇到园长女儿的时候 仍然谈了几句话之后 剪了这个头发 剪了半截就跑掉 他没有办法面对 因为这里边又参加了 更复杂的东西 第一 他是仇人的仇人的女儿 第二 在仇人女儿 在有危险的时候 他曾见死不救 然后他这仇人女儿 还学了一身手艺 最后还成了 变成了一个有正经职业的人 而他可能连正经职业都没有 甚至还不如这个园长的女儿 就很复杂的一个心态 在里边大伙可以体会 那么主要说 他没有办法面对 所以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他又质问了宗战 为什么去找这么个地方 给我去理发 宗战说 你要理发 我当然要给你找理发馆了 这没有问题啊 我没有特意去选 然后在最后 影片最后一次 深爱去看了看上苍 看了看苍天 大概是问 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我都出院了 还要有这种考验吗 但是其实是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人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知道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社会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你不学会荣感的去面对 去承受这一切的话 那你永远也走不出来 然后这个故事最大的转折点 在哪呢 其实很奇怪 就在于前面呢 都是整个对这个深爱来说 是特别悲观 绝望的一个历程 那么所有转折点 就出现在这个理发 这个服装店老板 那么大伙记得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他出道密养的时候 曾经建议过这个服装店老板 去重新装修他的店 让他的颜色变得更明亮一些 当时服装店老板还笑话的 说他有病 那事实上呢 这个服装店老板真的重新装修 装修成了明亮的色调 而且说生意比以前好了 所以说那这是唯一出现的一个亮点 就是他说的话还是有用处 对他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是影片的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呢 这个老板娘就看到 他头发剪成这个样子 问他为什么呀 然后你这是干什么呀 然后他说我剪头 我剪了一半 觉得不满意就出来了 然后老板娘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剪得再不好 你也不能剪一半就出来呀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名的当头棒喝 就是你混得再不好 你生活不也得继续下去 你不能就是放弃 中途退出吗 所以这句话整个人 因为李沧东作为一个作家 他编剧本的每句话 写的都非常的到位 我觉得这句话 就明显对深爱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 就是你都这样 我也不能退出啊 必须要继续下去啊 所以呢 他从这个理发店 不是从这个服装店出来之后 就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一个长镜头 然后他回到自己小院 拿出镜子 想要自己来 把自己的头发理完 就是正式面对这种生活了 然后呢 东赞出现 帮他拿着镜子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象征意味的镜头 镜头从他们两个身边移开 看到深爱脚边 有一个非常私密的阳光 我们一角 然后转到院子旁边的院子 一个很脏乱的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有非常充足的阳光 照射在上面 那么就是说 真正我们的点回题了 就是密阳 就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阳光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混得有多惨 总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片阳光 那么对于深爱来说 那就是宗战 就是他自己的阳光 其实一直在他身边 他一直没有重视过 OK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的剧情 OK 理完了 那么电影大伙知道结尾 就结尾在这个 很私密的阳光上面 那么就说一说 这个回到我们的电影 那个题目 密阳 密阳在这个电影里边 它们其实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意思就是地名 刚才 密阳市处在釜山和大丘之间的 一个内陆城市 然后呢 其实和釜山的距离 只有100公里左右 那么刚才我说过的 它的感觉就像咱们的廊坊 被靠着一个大城市 但是他自己默默无闻 那么他唯一可以 能被为人所知的呢 就是一个什么 他是阿里廊的发源地 有什么岭南楼 这么个地方 大概就是个旅游圣地 其他的就估计没有什么 能被人记住的地方 第二个呢 就是密阳是关于什么 就是说阳光嘛 就是直译 我们就是说密阳的阳光 电影里边呢 就是出现了很多阳光 从最开始大伙想到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 那么就是近人眼中的阳光 非常灿烂的蓝天 那么他在进迷阳之前 一直充满了阳光 但进了迷阳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见过阳光 虽然说可能 有这种打在屋里面 但是基本上没有见过 特别晴的那种天空 那么直到最后 他走出了这种 内心的阴霾之后 才发现了脚上 有这种私密的阳光出现 所以说阳光在里边 同样是个象征 第三个呢 就是说密阳是什么 还是一种救赎的希望 那我们就回过这儿 再说一说 就是说 其实密阳啊 不是上帝的展现 就是电影里 最后这个阳光 是导演的意图 就是很多人 把他解读成 这是上帝的展现 还是上帝能有 就是每一缕阳光里 都有主的意图嘛 但其实李苍东 真的不那么觉得 这是导演的意图 导演告诉你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属于自的阳光 而不是上帝的光芒 不是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密阳 就是看你是否能发现 那么深爱的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一直在封闭自己 然后在所谓的独立 所谓的自我保护 和自我毁灭当中 来回的摇摆 但是一直没有发现 属于自己的密阳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现实生活 虽然令人绝望 还是要努力去寻求意义 这是李苍东 一直的一个议题 包括从薄荷糖 从绿洲 从诗 其实这个是在诗之前 那到诗都是一样 就是在李苍东的眼中 这个世界是完全令人绝望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主人公 每一个美好的小人物 都在这种绝望的世界中 去发掘出 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点意义 然后最后就说呢 说这个电影呢 其实是关乎的叫信仰 不是关乎宗教的 那么信仰 其实很多种 不光是有宗教的 所以李苍东自己也说 那么我自己是不信教的 但是我信仰什么呢 我信仰的是一些美好的东西 关于这部电影呢 他在看电影杂志的时候 做了一个特别的访谈 就题目叫做 我不相信幸福 他就是说 所有的大团圆结局 所有的那种 看起来特别幸福的人 都是我不相信的 他要仔细地去分析 这个人物的生活 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在这种 很平淡 甚至绝望的生活中 去找到他 想要找的意义 然后我再说一下 这个电影的结构 当然这个电影 好像没什么结构 大伙看见 就是个单纯的线性叙事 从头讲到尾 但是其实不是 这是从李苍东 从这部电影开始 使用的一种 叫做腹调结构 就是什么 表面看着单纯线性叙事 它有另一条线索 线索是什么 是深爱的内心历程 另一条线索 那么这条线索呢 其实它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就是它采用的叫做 有限客观视角的表现方式 就是它的所有镜头 都围绕在这深爱的 一个主人公的身上 可是它的内心世界的 如何转变 那么还要 我们观众去自己去揣测 它镜头里是不直接给出来的 或者这个有限客观视角 那么剧中所有的其他人物 都是其实通过深爱 然后去把其他人物带出来 就是其他人物 没有一个立体饱满的一个人物 主要人物就是一个 就是深爱 所以说这种副调结构 就是也很奇怪 我估计也很少有人用 李沧东这部作品之后呢 在诗里边就把这种结构呢 做到了极致 那诗里边也是一个 单纯叙事的电影 但是里边杨美子的内心的 那个旧书之旅 那么就是另外一条线索 可以当成另外一个故事来解读 那么但是表现出来呢 影像上就是这个 单纯的现象叙事 所以这里沧东呢 可能他在这个 从文化部长卸任之后呢 也发现就是一点的 就是他在之前的电影里边 虽然呢有希望 那么当然表现的是 这种绝望的这种生活 但是虽然有希望 但是还没有这种 罪恶和救赎的感觉 那么从密洋开始 他把这种罪恶和救赎 引入到他的电影里边 那么这里边是 当然他的救赎 最后得美得到救赎 是一个开放的结局 那么在诗里面 这种救赎的概念 被进一步放大 就会更加的复杂 那么就是说 整个李沧东 那么他就是通过 这种片子 包括他这种结构呢 完全完成了 自我的一个蜕变 走向了更高的一个高峰 然后最后说一说 李沧东这个人 虽然不信基督教 但他所有的电影里边 基督教的情节 一点都不少 其实我看了很多 韩国电影 韩国电影里边 是基督教 每一个电影里边 是基督教 几乎都避免不了 因为他这个基督教 已经成为他们社会的 一个主流了 那么我举了举这个 李沧东电影的例子 这是薄荷唐 薄荷唐这个 金种浩和他那个爱人 不叫爱人 他的妻子 女招待嘛 第一次做爱的时候 之前那个 女招待跟他说什么 要祈祷 这是当时薄荷唐的一个场景 这是诗里面的一个场景 诗里面的场景 这种太太杨梅子 第一次想要去化解 心中的悲痛的时候 选择的是去教堂 当然他在教堂里 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走掉了 这是李沧东电影里边的基督教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回到来 再说一说 韩国基督教的问题 就差不多就 这个说完就可以结束了 就是说 我刚才说过 在韩国电影里边 基督教的情节 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 韩国现在的 就是它这个 是一个宗教国家 现在 东亚的国家里边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它有50%的人口信教 而且基督教 就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这写错了 新教 信徒已经超过1300万 是他们国内的第一大宗教 那么大伙知道 在东亚的国家里边 主要的宗教是佛教 道教 儒教 儒教其实不是个教的 但是能有基督教 成为第一大宗教的 应该除了它之外 还有菲律宾 据说是基督教 也是第一大国家 韩国基督教盛行 其实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我仔细查过这个东西 它真正传入韩国 是从18世纪的时候传入 但是 真正对它 产生影响很大的时候 是在日本殖民时期 但我知道朝鲜 朝鲜的国家 是一个非常悲催的国家 不是被中国奴役 最后就被日本奴役 那么它在日本殖民 将近100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朝鲜人是不准使用 自己的民族语言的 那么当时的基督教 在基督教里 教会里是可以例外的 所以很多人为了 学自己的民族语言 信了教 所以说这一点上 基督教做得非常好 然后之后呢 50年代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韩国是非常贫困 然后又只有美国基督教 其实都是美国 然后它提供了大量的衣物 然后包括提供了很多粮食 然后也是很多韩国人 对美国的基督教 身怀感恩之心 然后这两次大的浪潮 导致基督教人的 这个人口的暴增 那到现在呢 韩国基督教 已经成为第一大宗教了 然后但是呢 我一直在说韩国基督教啊 其实它就可能在东亚 这种国家里边 它接受这种西方的宗教 它就总会有一种 畸形的一种状态 就是这个电影 那表现出来 表现特别的狂热 而且它有特别有传教的这种热情 韩国是整个亚洲地区 传教热情最高的国家 它包括到阿富汗以前出过那事 它派人传教的阿富汗 最后都被人杀死了 人质事件嘛 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 它每年出去传教的人数 惯居整个亚洲之首 但是呢 就是说它里边还有很多奇葩的事件 包括这个电影里边 讲到这个原谅的事情 这个原谅还不过分 就是说还有个电影 就是今天 这个电影和这个 今天看的密疑特别像 就是同样是受害人 他这个里边是丈夫被杀死了 然后基督教这帮人出来干嘛呢 这个要求 来要求这个受害人家属 来原谅凶手 你刚才这样的深爱 是我主动去原谅凶手 他是要求这帮人来原谅凶手 为什么要原谅凶手 因为在韩国 他就有这个法律 就是你签了这种请愿书 原谅书之后 凶手都可以减刑 就是说都是罪人嘛 他们的理论就是都是罪人 那么他们虽然犯了罪 可是你对他的惩罚 也并不能加深他的 就是那个醒悟 那么反而是你通过你对他的谅解 让他理解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他让他减了行 可能他才会更加醒悟 然后可能也会更加行善 他是这么一套逻辑过来的 所以是非常的畸形 那么你对一个受害人家属来说 我主动去原谅家属 那我OK 那我还是教徒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你被迫 你强逼我来去原谅对方的 一个杀人凶手 这是怎么能接受呢 这是今天讲这个故事 就是类似这么个故事 非常的让人奇怪 然后大伙知道 我讲这个戎奴里面 戎奴里面同样那个凶手 就是长老会的一个长老 那么当时他们在告这个长老的时候 大伙想想他受到了多大的阻挠 一帮人认为 你告长老简直就是攻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攻击这种人物 你们肯定就是坏人 就到了这种地步了 所以说基督教的韩国是一个特别奇葩的存在 有好的一面 咱们不可否认 但是它也有很发展不太完善的一面 然后最后说呢 密扬不是一个反基督教电影 李藏东一直反对的是什么 是反对了一种传教的方式和盲目的信徒 而不是真正反对的是基督教 然后而且我说呢 任何带有公立性的信仰呢 都不是真正的信仰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普遍的信教的方式都是公立性的 我去拜拜关公吧 拜拜拜菩萨吧 保佑保佑我 人家都不是信仰 所以说林语堂呢 在很早的时候就总结过这句话 就是基督徒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因犯罪而悔恨 渴望免于良心的责备的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是一种人痛苦而需要逃避 安慰和逃避的 这是第二种 那恰好这个应的电影中两种人 第一种是谁呀 是杀人犯园长 他是因为犯罪而悔恨那种人 第二种就是谁 神爱 因为痛苦而需要逃避的人 那么还这两种的人呢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信仰 第三种呢就是 他们了解自己所信的维和 然后真心信 信靠所信的那一位的那种信仰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前两位说 可以前两种可以算是信仰的开端 但那不是真正的信仰 那林语堂已经总结的很好 本来我想总结一下 后来发现林语堂总结完了 我就不说了 这真的 就是所以回过头 就是带有功利性的信仰 真的不是信仰 那OK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哈哈哈 谢谢大家